亞洲射箭大獎賽的台北戰 凡曲弓的團體賽部分 我國的男女射箭隊是雙雙都闖進了銅牌戰 對 那女子組的部分呢 是由於上演了內戰 所以當然就留下了獎牌 但是男子隊很可惜是不敵日本 去複合弓的團體賽 要看到女子組呢 將要跟南韓隊來爭奪金牌 而男子隊則要力拼銅牌 中華男子A隊陳信夫 最後一箭射出落在9分 一旁的日本隊開心擊掌 我國在亞洲射箭大獎賽 男子番曲弓團體同牌戰 無緣將戰局翻平 以3比5不敵對手 錯失留下獎牌的機會 至於女子團體賽 我國兩支隊伍都進入了同牌戰 最終江是老的辣 由亞運選手為主體的A隊 順利以6比0擊敗年輕小將 留下第三名 我們成績輸了B隊 可能是我們心理壓力太大 但我覺得沒有這回事 是力求表現 那也許也是場地在台灣嘛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設得更好這樣子 那也有學妹跟我講說 他也很想要設得比以往成績 更加的優秀 那其實這樣子就會造成 自己的肌肉緊繃這樣 那對我而言 我的團隊我很相信他們 由於下個月就是仁川亞運 這是亞洲大獎賽被視為前哨戰 各國好手敬銳進出 我國也把握機會 累積大賽經驗 該做的做好有缺點的有不足的 希望自己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因為畢竟是四十幾天而已 能夠趕快的把它補足 那出去比一場 就像我們總教練講的 出去比一場 沒有遺憾舒服的比賽 緊張氛圍 刺激選手成長 也許台北戰的成績不理想 但是記取失敗的關鍵 調整好下一件 成功就在不遠處 由DN TV 許家榮 楊玉欣 台北幫忙